阿富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 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和平 稳定和秩序 最大限度避免无畏伤亡和产生大规模难民 阿富汗公民 在压外国公民和驻阿外交人员的安全和利益 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 希望阿富汗塔利班 从阿各派各民族团结起来 建立符合阿富汗自身国情 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 遏制各类恐怖主义和犯罪行径 重建美好家园 事实再次证明 一些国家打着所谓民主人权的旗号 对主权国家实施军事干涉 严重破坏有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导致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重创 导致大量无辜平民伤亡 或被迫颠破流离 这些国家应该立即停止 非法的军事干涉行为 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促进和保护人权 做出切实努力 不知是否 进一步 先前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继续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继续